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司长当着所有人的面 罕见直接挑命 称美方对中国核武器库的猜测就像是儿戏一般 美国智库对外公布了一张卫星图 上面展现了区域在中国境内 可以看到图上有一个一个的密集的点 美方宣称中国正在大规模建造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机 预计中国拥有400枚洲际导弹 并且在美方的口中 我国境内总共有三个这样的基地 这只是其中之一罢了 总而言之 就是为了对外说明一件事情 那就是中国的军事实力有了明显提升 甚至可以说对世界稳定格局存在威胁 对于这样的说法 当地在美境内以及国际上都引发了争议 有不少人认为这样的猜测是很不靠谱的 说不定当时卫星拍摄的只是风里发电机 关于这件事情 我方并没有做出正面回应 因为本身就是无济之谈 美国经常会炒作类似的谣言 难道我国还是一个一个进行回应吗 就在近日 中美俄英发五个国家一起签出了最新的联合声明 主要就是围绕核武器的问题 要知道 距离上一次五国领导人发布联合声明已经过去21年的时间了 此日 我国外交部军控司司长也举办了一场吹风会 主要也是为了向国内外媒体解释有关核武器的相关问题 在这一次的吹风会上 自然又有记者谈到了卫星图 傅松终于当着所有人的面 罕见直接挑明了中国态度 首先需要强调的就是 美方根据一张卫星图来确定中国的核武器库 这本身根本不值得信任 在这么多年时间里 中国的核武器库存一直都是处于最低水平 并且我国也没有计划去扩大核武器库存 只是根据国家需要进行调整而已 值得关注的一点就是 中方在核武器的使用方面一直遵循着一个原则 那就是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在所有的核大国当中 只有中国敢做出这样的承诺 其次 中国对于核武器库存自然是时常会进行检测和评估的 并且也会不断进行更新 毕竟军事科技是在不断进步的 核武器也会存在落后 老化等问题 使核武器现代化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工作 对于我国来说 核武器从来不是用来战争的 而是起到一个威慑作用 所以我国只会保证国家核武器的威慑力量是足够的就可以了 实际上美方之所以如此针对中国的核武器 就是想要将我国拉入到军控谈判当中 但这是我国绝对不会接受的一件事情 要知道 我国的核弹头只有几百枚 而美俄两国却有几千枚 超过我国十倍的量 这两个国家进行军控谈判才是合理的 我国根本不是与之一个量级的 除非美国将核弹头的数量减少到和我国差不多 那么就可以进行相关的谈判了 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 自从核武器诞生以来 想必大家就对核武器的威力非常清楚 一旦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互相开战 势必会导致人类文明走向彻底毁灭 而作为世界霸主的美国 在综合国力下降的如今 却想通过扩张核武器增加对其他国家的威慑力 不过在扩张之前 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于是选择了我国 不断通过各种媒体造谣抹黑 指责我国私下在扩张核武器库制造核恐慌 面对无端造谣 我国早已对此澄清 我国从来没有过要大规模扩张核武器库的打算 从当你首次试保成功之后 我国就明确表示不会将核武器用于攻击 只会用来反击和防御 其次 针对核武器 我国自然会有各种处理手段 对于那些已经老化和需要维修的核武器 自然要花费资金和技术进行维护 而在相关技术不断发展的情况之下 核武器库自然也是要进行升级改造 在其他国家都在升级的过程中 我国必须要与时俱进 这样才能确保国家的核力量 具备一定的威慑能力 让恶意势力不敢轻易靠近 值得一提的是 此前全球疫情还没有结束 前段时间 日本防卫项岸信夫在记者会上透露出 日方陆上自卫队将与美国法国进行联合军事训练 与此同时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也在同一天进行海上联合训练 由此可以看出 日本的军事行动是越来越频繁 而且从近期的表现来看 日本更是蠢蠢欲动 日本说是与美法澳三国是在海上进行联合军事训练 但前段时间 日方与俄罗斯一直就北方四岛问题争得面红而赤 如今美法澳三国与其联合训练 无疑也是日本在向俄罗斯示威 日本方面甚至还宣布 到时候会出动军舰对北方航道进行封锁 然而俄方当然也不会就这样坐以待比 俄方回击 若是敢轻军汪动 那么必要情况下会对日方主要城市发起核打击 日本与俄罗斯之间就北方四岛的问题关系十分紧张 但此次联合训练的美国 也对俄罗斯有着一点小心思 此前 美俄两国轰炸机在空中伴飞地行为 已经引起两国之间的不远 都认为对方是在挑衅自己 然而后来俄方愤然拦截美国战机一事 彻底将美国激怒 偏偏俄罗斯是战斗民族 毫不惧怕美国的来战 美国此前就铁听一事 被各国指责的同时 俄罗斯趁机落井下市将美国推至重视之地 如今美国与日本 澳大利亚进行海上联合训练的行为 无疑也是警告俄方 日本由美国撑腰 但是一向强硬的俄罗斯是不吃这一套的 这一次美日法澳联合进行海上演习 本是为了镇守俄罗斯 但却发生了一件尴尬的事情 法国此次的两栖主要演习军舰雷电 对比了日本与美国来说实在是很小 想必法国为此也是十分尴尬 法国曾计划 未来法国航母设计要达到七万五千吨 如今却是在尴尬打脸 对于俄罗斯来说 还有个最有力量的筹码 那就是核武器 面对日本的挑衅 俄罗斯直接强硬表明态度 任何给予俄罗斯领土的行为 军队将会以核战还击 而美国也是看中俄罗斯和日本的冲突 多年来一直在添有加粗 甚至还将大批F-35战机交给日本 让日本能够有一战之力 这也给了日本很大的底绩 甚至放话或武力多道 而近段时间 美国媒体还在对俄罗斯官员 暗示会将核弹放在美国边境附近一事 进行报道 言外之意 是将核弹放在美国家门口 这对于美国来想是极大的挑衅 美国政府就采取了行动 一位美国海军高官表示 将一艘战略核潜艇停靠在关岛 从美国自己出发考虑 则是为了展示自己的军事实力 美国的三位一体 战略核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一方面是通过这种方式 展示美军强大的 核亥俄级的战略核潜艇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展示 美军在全球军事上的重要地位 稳固自己的霸权 从盟友角度出发考虑 展示自己依旧强大的军事实力 让其盟友看见核保护伞的利害之处 并暗示盟友会继续提供保护的决心 同时还强调之后 如果遇见突发情况 并不会放弃先发制人的核政策 而与美国不同的是 中国的核政策始终坚持 禁止使用核武器先发制人 可见两国的出发点并不是一致的 拜登政府有意无意的暗示 会对核政策进行改变 就目前的形势来看 美国爆发核武器冲突的几率是很高的 而且中美之间爆发的可能性 也在逐渐升高 据印太地区司令部评估表示 中国的军事实力 将在2025年的时候超过美国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订阅加评论 小编更新更卖力